自从宁缺借助桑桑的浩天神灰 用一记滔滔灼浪般的大河建议击杀夏侯之后 叶红鱼受阻的道心忽然变得清明 当下辞别了宁缺 重新踏入离开一年的裁决神殿 一个叛离神殿之人 近海党归来 一众神官当即释出威压 这裁决大神官墨鱼更扬言要将叶红鱼格杀勿容 你知道裁决司的规矩 裁决传承的规矩 那便是杀了上一任裁决大神官 看来你是来夺位的 你以为你能杀得死我吗 不自量力 来战 叶红鱼说罢便拔出手中长剑 朝着墨鱼杀将而去 这裁决神官心中自是不惧 自从叶红鱼那日在荒原堕境之后 修为每况愈下 世人皆称你为道吃又如何 不是知命境 一切皆废产 只听闻双剑相交 金属碰撞声音刺耳 叶红鱼的剑招虽似游龙 可终是弱了几分气力 眨眼间 便被墨鱼捉住空隙 甩将倒飞出去 就此时 这裁决大神官呼的一道念力是出 一道金光宝气散步 一柄巨大的裁决神剑直冲面门 叶红鱼心中一领 饶势奋力挣扎 却终无法挣脱 不及多想 那墨鱼便手持长剑挥斩而来 眼看性命为已 叶红鱼的脑海中忽然闪过 那日与宁缺在府中论剑 宁缺的修道天赋虽远不及自身 可对大河剑义的领悟却远超自己 直到想起宁缺将大河剑义凝聚刀身 刺入下侯内一瞬间方才领悟 所谓大河剑义 不再保止无剑而无息不入 也不在于江河之水添下来的磅礴气势 而在于要相信自身 敢于去做 想及此处 瞬间顿武 戏海雪山瞬间暴涨 竟将墨鱼阵退出去 想不到叶鸿鱼境界裁决神官做魔刀时 必举突破自身 众神官见状心中皆是一正 也能想到大神官竟被叶鸿鱼斩杀 想及自己曾对叶鸿鱼做那轻浮举动 此刻已是忍不住的发展 果然 还不及众人参拜新任裁决神官 这叶鸿鱼便已拦住了众人 子墨锦玄 雷玉目红铃 废除修 竹除西林 我不是一个宽容的 若敢再踏入西林一步 一帮被废除修为的神官赶忙逃往北上 竟撞见了一身骑白马的英俊少年 此人居然是西林皇子龙庆 想不到这次在荒原之上被宁缺废除气海雪山 竟小心不死 还意外碰见了只手冠主陈某 被这冠主收留入只手冠中修行 吸得魔宗灰魔神功 又吞噬大通天丸 轻松将后山隐世的半截道人念力吸收 一举踏入致命境界 而此刻 他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向他扶仇 想整个人间宣告我的野心和强大 龙庆从怀中掏出一瓶座地单 不仅能修复众人气海雪山 还能让境界更上一层 众人健壮自是欣喜 纷纷依附必生死相随 或许我根本不是什么西林的光明之子 或许我才是明望之子 从今日起 我们不再是西林的奴仆 我们是带领世间走向毁灭的堕落骑士 堕落骑士 龙庆言令众人军心大阵 纷纷紧跟沙将南下 而另一边 桑桑因消耗太多浩天神灰 眼下已是性命并威 饶恃夫子大能 也依旧无法将其医治 只好让宁缺带着桑桑 前往瓦山寻找烂科长老齐山 世间有极有 小齐山能救他 何况 小齐山也是世间少有的大德 你们去一趟 不管是对着小鸭的 还是对你 都会有好处的 夫子啊 你可真愿意给老齐山找麻烦 坐下来 你可真看